2023年第七、第八條是有關以下的裝置 我們先看看裝置 我們有一個圓椎瓶 有一個屋室塞住它 中間有一條玻璃管 駁到另一個裝置去收集一些氣體 在圓椎瓶裏面有一個混合物 這個混合物是有酵母菌 還有20ml的5%煲的葡萄糖溶液 而最重要的就是這裏有一層油 這層油有甚麼特別呢 第七條就問回我們 以下哪一條的文字方程式 是正確顯示得到我們正在研究的化學反應呢 題目就說了 我們想研究的就是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都有分 需要呼吸和缺氧呼吸 所以題目的關鍵位 就是我們知不知道這層油的作用 這層油就是避免到氧氣溶到我們的混合物 所以透過加了這層油 我們就能夠提供一個缺氧的環境 給酵母菌 所以這條題目考驗我們的就是 酒精發酵 是其中一款的缺氧呼吸 所以C和D可以說再見 因為他們都是有氧氣 既然我們都知道酒精發酵的那條文字方程式 答案亦都呼之欲出就是B 第二題目考驗7和8 提供這個設計 我們用它來探索 測量的水分 的水分 在氧氣溶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設計 我們有氧氣溶液 含有氧氣溶液 20ml 5%氧氣溶液 然後我們有氧氣溶液 接著氧氣溶液 接著氧氣溶液 然後我們叫氧氣溶液 最重要的部分是 是氧氣溶液 所以質問是 請問 哪個氧氣溶液 正確定是 氧氣溶液 使用氧氣溶液 質問 我們要調查 氧氣溶液 但 氧氣溶液 是氧氣溶液 或氧氣溶液 因此 我提到氧氣溶液 因為我們要知道 氧氣溶液 因此 氧氣溶液 音症 陽氣溶液 因此 enough oxygen or even NO no oxygen and then we can know that the word equation of the alcoholic fermentation therefore the answer is B